有老公的人了 你也是个大明星啊 说话醉一点 秦海露到底有多敢说 当和杰意外受伤后 一旁的工作人员全都围上来安慰他 可秦海露却看不下去了 行了别作秀了 都没写 贴什么装可贴 我真的看不惯你们这点 完全太耿直了 我必须很耿直 这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不得不说 秦海露不愧是那鱼绿茶粉碎机 当另一位女嘉宾想和秦海露套进户时 没想到却惨遭怒盾 陆杰我们一起加个油吧 加什么油啊干活吧 加什么油 这整整没用的 我是一个很直来直往的一个人 我不喜欢很做作的肉 无论你是真做还是假做 在另一档节目中 林峰老婆张馨月哭诉自己拖累了林峰 看到张馨月这委屈的模样 看不惯的秦海露直接对了回去 人家替你出头 你又要在这里委 你又说不要 转过头来自己 你在干嘛呢 在搞什么 我觉得不能简单点嘛 嚼劲什么 看到这一幕的林峰也顿时变了脸色 一旁的王兴君也被吓到不敢说话 其实也不怪秦海露这么生气 毕竟之前他就曾多次劝说张馨月 可他却一边表示不需要林峰的维护 一边在节目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工作 我老公有说要帮我 但是我说不要了 对 我有说不要 对 也是怕那个 就怕一向自己老公嘛 于是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而秦海露也不是故意针对张馨月 只是性格太耿直 哎呀 你说话温柔有点心 我没法温柔 因为我觉得着急 我替他着急 当秦海露被质疑为什么不拍吻戏时 他的回答更是霸气侧陋 不演 是电影 就必须要吻 不拍了 不拍了 现在完全就所有的吻戏都不拍 对 没有什么一定要拍的戏好吗 姐姐都混到这个份上了 还能混到什么程度 不仅如此 整个娱乐圈都不是秦海露的对手 当陈卓旋应不满秦海露的点评直接印钢时 是我站得还不够高吗 没想到被秦海露一句话对了回去 我个人觉得站得多高不重要 看得够不够远才重要 即便面对毒蛇的惊心 秦海露也没在怕 有老公的人了 你也是个大明星啊 说话醉一点 你可以这么说 公司不让这么说的呀 公司 公司那拨人你站着来都 不得不说 秦海露真是太难说了 孽露真是太难说了